他这没帮我们斗了 没缘 没缘斗不了的 佛度有缘人 是我想的啊 我讲的 要不言不都成了吗 是佛度有缘人 而如果基督所有众生 我一众生我都劝他发了 我上正正正的心了 我从来没劝他们 发于声闻 啼之佛愿 都愿能发大声 菩萨心 不发二声愿 而若解斗争 而若结诵 以佛法乃至一文一句 不生疑惑 我从不怀疑 也不生二想 也不生分别想 不生忠忠想 一切法都不执着 没有执着想 平等平等 平等没有胜利 没有好 没有坏 没有耐 没有正 这是幽破一项三太通子说 我得的法 三太通子 我从四来啊 我发心 见那个佛之后 我常见诸佛 常见菩萨 那是诸佛是善自身 诸佛是善友 我见到的善自身 都是真实的善自身 常文诸佛愿 每个说法的愿 我都听到了 常文菩萨行 常文菩萨波罗密 常文菩萨至光明门 常文菩萨无尽藏门 常文菩萨无边世界网门 常文出生 无边全生戒阴门 全生戒阴 无论哪一戒 你发心就是阴 成佛就是国 法界阴入法界 从生戒的阴 叫阴门 一戒阴 必干过 什么戒阴呢 如法戒阴门 常与清净智慧光明 灭出一些众生烦恼 常与智慧 生长一些众生善根 常存一些众生 所乐四先其身 常与清净 上庙的阴阴 开悟一些群生 发这个心 所得的利益 前头一切都是因 感到殊胜国 善男子到这儿总结了 我得这个菩萨求一法 无愿如众人们 我得到的一些法 平等自的众子们 现不可遂的神变 你想不想看一下 如意见法 就问三才同事 你想不想看啊 那三才同事 当然愿意看了 三才同事 为 为就是我想看 我心里愿见 而是不动三脉 作与龙狮子上之作 若求一切法 无愿如庄严三脉门 入了三脉了 这就是 项目想看电视 电门打开吧 一难 电视来了 那三才都都想看 又破语 就难到电门 他一入三脉就通了 这些三脉都是什么三脉呢 不空轮庄严三脉 实力自庄严现前三脉门 佛总无尽障三脉门 说多少个三脉呀 一万三脉 说一万个三脉 一万几一啊 一几一万啊 一三脉就是无量三脉 无量三脉就是一三脉 这样理解啊 入使三脉门使 十方各有 不可说不可说 佛诈为神述四戒 六种震动 西界清净 流利所称 一四戒所有 百亿四天下 百亿如来 住在斗帅天 乃自住涅槃 如来所奉的光明王 周遍法界 道上众坏 清净温柔 专妙法轮开不全身 使不动 又破译 从三脉起 店门就关了 三脉起 一起来就没有了 境界相识没有了 真的吗 幻化的吗 智慧现 都是智慧的光明 告三才言 三男子 如见此法 三才言 为 我皆已见 一会言 三男子 我为得此 求一切法 无怨主 三昧光明 说我仅仅得到这么一个法门 求法无怨 我一切群生 说微妙法 让他们欢喜 这是自己所证得的 下周 推举下一位三子声 占了下位的三子功能 如若菩萨莫萨 如金字苗 游行虚空 无所张难 能若一些众生大喊 见有的善官已成熟者 便自如取之菩提纳 如山谷 山客 如大宝珠 采求如来实力的自保 如鱼丝 持正法王 如生死寒 与耐随众 露出众生 如羞罗羞罗王 能骗撬动三有的大臣 助烦恼海 如日轮出现虚空 走耐随你 令于刚节 若犹如满月 出现虚空 令可化者 新华开封 而若大地 细节平等 无量众生 与生止重 成长一些散法的根样 如大风所向无奈 能拔起 作剑大树 斜之斜剑 像大树一样 大风 智慧风 都给他拔了 若准了往 游行四肩 以设实法 设说众生 而若云和能知能说 比功德行 想骂这些个大菩萨呀 大功德 我云和能说能行 接受下知识 下一位知识 一位一位三知识 向下介绍 三男子 一所南方 一位大臣 明无量都撒罗 其中有个出家的外道 在外道里出家 出家外道 说在外道里出家 没有骗行 而往比问 菩萨云和学菩萨行修 菩萨大王 是三才童子 顶里去做 要无量将 因亲瞻仰 吃地儿去 成下一个三知识 二十识 就是行为圆满了 实行的真实修行 如法界的修行 就是圆荣得相无奈 真实修行 而是三才童子 与不动忧迫一所 德文法语 专心一面 所有的教会 皆其信手 思维观察 见自游行 经历过夜 是杜萨罗城 到了天都晚了 黑了 日末是 没得太阳了 如比城中 沉淀都里 沉淀流里 该到今儿做生意的 一将那一将 思续倒车 寻觅 偏行外道 城东有山 没有善德 三才童子 有中夜时 这道就黑了 走到半夜 就十二点钟 见过了 那看到山顶上 有扫墓 乃识到一切山 山上的倾向 光明照耀 如同初日 本来是中夜 那是问 那个三知识的光明啊 见了大光明 所以三才童子 生大欢喜 我被一次见三知识 放光明处 就是山之所在 宗业表法的 表什么法呢 三才童子 有了智慧了 以智慧 到众生生死海中 度众生 三才童子 入了真实位 有了一众生了 有真正行菩萨道 在这三字是说 得行菩萨道 便从城出 我登比三 他在城里头 看见那个山上的 离开城 上山了 到山上 就见到这外道了 我看了 我看了这响啊 咱们第一 受三怪 受三怪 就不能归于外道 天魔了 但是这扇子是叫他 参这个外道 外道不是外道 而道内 外道变成道内了 不外 他在这个山顶上 平坦的地方 看见这三知识啊 起步惊醒 三项圆满 威光照耀 大饭天都赶不上 而三才童子 到这个外道所 顶礼其中 有无量障 合掌 做四言 圣者 我一先发 二十多 三目三目的心 但是我不知道 愿何学菩萨行啊 愿何修菩萨道 我们圣者吗 善能教会 愿无为我说 这个外道可不是外道 骗行 骗是周骗的意思 没有道内道外 也没有平地山上 三才童子在城里头 见到山上 见不通 三知识跟三才说 我已经拦住了 这一切菩萨处 行菩萨道 我是到一些处 行菩萨道 化的境界像 周骗 所以叫骗行 没有方锁 没有地点 周骗 我成就了一个三脉 很简单 就跟三才童子说 普官四间 周骗 普官四间 一切三脉 我成就了 我成就了 无一无作的神通力 度众生 没有动众生 无一无作空的 没有什么意思 无一无作的神通 所以无一无作才能 骗其是从 法门叫什么呢 普门波尔波罗密 我成就这个法门 这叫普门波尔波罗密 今天讲到这里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兜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营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我在网路星期的时代 仍然追求世界上的称极 不少人会分享 与虚无故障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路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温石秀 而我即将成为四量 被一只巨蟒把玩 兼致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也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思乡安和 大家还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 静安府慈善会 共同举办 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敬劳活动 社区长者关怀 爱心数时餐盒发放 日期10月22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事主法 法会地点 草屯镇静安府 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64号 下旬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专法义 购目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海啸中的奇迹 小女孩艾维 非常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小狗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宠物狗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同学布莱恩 他们家又多了一个 新成员呢 是吗 布莱恩有小弟弟了 不是的 那就是有了个小妹妹 不对不对 布莱恩的妈妈 领养了一只小狗 那小狗真的好可爱哦 妈妈 我们也能领养一只小狗 你能领养一只狗吗 不行 艾维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家里不能养狗的 为什么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弟弟太小了 如果家里养狗的话 很可能会让他过敏生病的 你也不希望杰瑞生病 对吧 嗯 好吧 为了自己 弟弟的健康 艾维 只能把养一只狗的心愿 藏在心底 直到下了一场大雪的那天 哎呀 昨晚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妈妈 我们出去堆雪人好不好 外面太冷了 而且我还要在家里面照顾杰瑞 妈妈 你看杰瑞还没睡醒呢 你就陪我堆个雪人吧 很快就能堆好的 好吧 不过说好了 就玩一会儿 好 我玩一下就好 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母女二人惊讶地发现 门口蜷缩着一只小狗 它正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并发出微弱的叫声 看上去身体非常虚弱 哎呀 哪来的狗啊 妈妈 你看它受伤了 母亲听后定睛一看 果然 那只小狗一只腿上的伤口 正往外渗着血珠 它顿时心生怜悯 可怜的小家伙 它这个样子会冻死的 我不想要它死掉 妈妈 我们救救它吧 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小狗 此时小狗也睁着眼睛 直直地看着它 应发出呜呜的叫声 像是在求助一般 母亲叹了口气 然后弯腰抱起了那只小狗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好吧 我们就帮帮你吧 妈妈 你看 小狗最谢谢你呢 就这样 艾维家里也添了一位新成员 小狗布鲁 布鲁 多吃点 吃饱了 你的伤才会好起来的 艾维 我们可是说好的 等布鲁的腿伤好了以后 就将它送人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哦 好吧 布鲁 我跟你说 你的伤慢慢的好就可以了 在艾维的悉心照料下 小狗布鲁腿上的伤渐渐好转起来 这让艾维既高兴又担心 因为她答应过妈妈 只要小狗的伤痊愈了 就得将它送人 艾维 你发现没有 布鲁的腿伤已经好了 没有啊 它还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呢 艾维 我们约定好的 只要她的伤好了 我们就得将她送走 艾维听后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突然 客厅里传来了布鲁急促的叫声 母女二人一愣 接着又传来了杰瑞的哭声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说着 她急忙从卧室冲了出去 艾维紧跟其后 当他俩来到客厅后 却发现 小狗布鲁正朝着婴儿床 汪汪大叫着 并做出一副 要扑过去的样子 而婴儿床里 杰瑞正大声地哭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说着 母亲急忙朝婴儿床 跑了过去 当她跑到婴儿床边时 突然愣住了 只见一只大蜘蛛 正顺着床脚 朝床上爬去 哎呀 蜘蛛 妈妈 布鲁是在保护杰瑞 他发现了那只蜘蛛 是啊 如果不是布鲁 杰瑞被蜘蛛咬到 可就麻烦了 母亲赶走了那只大蜘蛛 而立了大功的小狗布鲁 也因此正式成为了 这个家里的一员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来 布鲁 握手 姐姐 你真行 布鲁竟然会听你的话 当然了 布鲁可是我救回来的 对了 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还救过你一次呢 布鲁救我 真的吗 真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妈妈 我的宝贝 这个周末想不想去海边玩啊 去海边 好啊 太好了 我可以玩沙子了 万岁 妈妈 我们可以带着布鲁一起去海边吗 当然了 我们总不能将他独自留在家里啊 布鲁你听到了吗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海边玩了 海边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众多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海浪 母亲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 看着正在堆沙子的两个孩子 而布鲁则摇着尾巴围着他俩转来转去 不时地还用鼻子凑到沙子那里闻一闻 布鲁 你小心一点 可别把我们堆的城堡给弄坏了 艾维话刚说完 布鲁却突然警觉地朝大海看去 接着他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急忙朝着艾维和杰瑞 汪汪大叫了起来 好啦 布鲁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就生气了 布鲁这是在做什么 他看起来很反常啊 就在这时候 海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海滩上的人纷纷抬头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平面上涌起了巨浪 海啸 是海啸来了 快跑啊 海啸来了 孩子们 快跑 快离开那里 妈妈 妈妈 爸爸 杰瑞 别怕 妈妈在这里 艾维 跟妈妈跑 赶快离开这里 母亲抱着杰瑞 朝最近的小山坡疯狂逃命 她原本以为艾维一定会跟着她一块逃命 可快到山顶时 她回过头却不见了艾维的身影 艾维 艾维呢 请问 你们有看到我女儿吗 她叫艾维 十岁了 那么多人 我没注意啊 艾维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母亲朝着自己刚才跑来的地方拼命的呼喊 但巨浪的呼啸声 让她的喊声变得那么微弱 不行 我得回去找我女儿 你不要命了吗 现在下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你抱着的孩子着想啊 是啊 你看 整个海滩已经被淹没了 你如果离开这里 不但救不了你的女儿 恐怕连你儿子也得搭进去 那怎么办 艾维 你在哪里啊 先别灰心 说不定你的女儿也已经跑到高处躲起来了呢 然而 海啸来临时 艾维并没有跑到高处 而是让逃难的人群将她和母亲冲散了 艾维朝海边一间公游客更换泳衣的简易小屋跑去 她毕竟才十岁 当看到滔天的大浪袭来时 她认为只有屋子里才是最安全的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啊 布鲁 是布鲁的声音 布鲁 你也吓坏了吧 真的好可怕 我们得赶快躲起来 然而 布鲁却突然张开嘴 一下子死死地咬住艾维的衣角 往外拉 布鲁 你这是干什么 快松开我 快松开我 布鲁不顾惊慌失措的艾维的挣扎 她强行将其拖出了简易小屋 然后用两只前脚和头紧紧地抵着艾维的后背 拼命地往山顶推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不要推我 布鲁不顾一切地推着艾维往山上走 当他们到达山坡时 海浪一下子将海边那栋简易的小屋冲垮 天啊 小屋被冲走了 布鲁 是你救了我啊 布鲁 我明白了 山上才是安全的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艾维 妈妈对不起你 我应该拉着你一起逃命才对 妈妈对不起你的 你看 那里有个小女孩 在她身后还有一只狗 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母亲听后急忙擦了擦眼泪看去 只见艾维正朝山顶跑来 是姐姐 那是我姐姐 艾维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妈妈 艾维跑到母亲身边 然后一下子将她紧紧抱住 这时候布鲁才松了一口气 在他们身边高兴地摇着尾巴 善恶其实就在一面之间 不经意的一次善举 往往就会种下善果 如果当初艾维没有收留小狗布鲁 布鲁又怎么能成为他的救命恩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